詞曲 李宗盛 這個題目啊 是我寫Ruby十年 然後呢 我投過這個題目之後 有點後悔 因為這個題目唸起來就很腫了 然後呢 拿到什麼 然後就繼續起來 然後 今天這是一個軟的題目啊 所以不會有城市馬遺夫的Live demo 所以一路上應該不會出包才對 這是我的名字 你可以在網路上過這三個資訊找到 那目前 有一本 有兩本書正在發售中 有一本是Git的書 在 聽說在樓下有看會有 在那個天龍餐會有的在買 那如果想要買 假設你買的時候 又剛好想要有人幫忙簽名的話 我會再補三號的他這個 如果你有信心的話 你知道我最近有賣書的時候 都不太敢 預設大家會想簽名 說不定有人只喜歡吃不喜歡我 那另外一本 就是 Ruby十年的書 但這本差蠻多的 這個其實我相信這個 就是因為做工藝在台灣是小眾 所以他發行到現在 他發行一年多吧 他一刷都沒有賣完 他剛剛這個也賣到第五刷 我想覺得這個很明顯 好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呢 是我寫在樓比十年來 然後呢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這五個題目 會跟大家分享說 因為我們在做Ruby教育訓練這五年來 以及就是我們 Ruby今天寫了大概將近十年的時間 我會分享 例如說 我因為學Ruby之後有什麼改變 他這個時候變胖了 然後還有就是 該怎麼學習 該怎麼練功 該怎麼訓練 還有最後一個part 我也許對各位來說 我比較先知 怎麼樣去找到工作 那首先先說一下就是在 雖然我們今天的主題是Ruby 但是 我今天講到Ruby 因為基本上Ruby跟Ruby on Rails 是不一樣東西 但是因為目前 大概全世界 大概九成以上的Ruby developer 都在寫Ruby on Rails 所以在今天這場分享中 你可以把這兩個 當成是一樣的東西 那從我年輕開始 就有寫 例如說ASP 後面的瓜糊是指說 我寫多久的意思 那曾經也有幫 一開始寫ASP 然後在學校寫效务系統 後來有機會用Ruby 寫了半年左右 幫我妹的公司 對 我有妹妹 幫我妹 幫我妹寫的系統 聽說還一定有在用 我不知道 反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因為是我第一次接觸開源這個文化 在這個之前 其實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會有人願意 把程式碼寫完之後 丟到網路上給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從那之後就開始 而且接觸開源 我覺得 就一切是那麼的新鮮有趣 那 其實大家在學習一門新的技術之前 大家會去查一下這個東西的評價 有人會去查到說這個東西已死 其實這個東西每一年 都有人說 什麼什麼Ruby已死 什麼PHP已死 反正一堆東西都死光光 可是事實上 沒有這個東西真的會死 以技術來說 全世界的神志遠那麼多 它都還排名在前二十名裡面 它雖然不是前三名 它至少大概在十五 十到二十名之間 所以它並沒有死掉 甚至有人做了一個網站 它網站叫做 YesRubyDad.com 你可以確定看看 它告訴你 No 然後有人會說 Ruby好慢啊 Ruby效能很差 然後事實上 其實Ruby它並沒有死 它一直有在進化中 而且接下來推出了Ruby3的版本 它會針對效能更好的加強 不斷推行版本 那 也有人說 這個Ruby已經沒有市場 沒有人要用 事實上 這個早年 很早很早之前 有一個網站叫Twitter 它應該是相對知名的 使用Ruby的網站 那這個網站 它有一次 後來 它宣布說 我的後台啊 我要改用 Java來重新改寫 事實上 改用Java 就是改用Java來改寫 所以 大家看到這個標題 就會有那個標題殺人法 就說 你看看那個Ruby不行 你看Ruby是不行的 就是因為它不行的 所以 那個 Twitter才要把Ruby這個東西換掉 但事實上並沒有 Twitter到現在 它的前端 都還是有部分的Sendware 它後台當然 改用Java 改用Go 改用別的東西再寫 但是問題是 這個東西啊 這個世界 大家在看新聞的時候 不要只看標題 你要看內容 這個事情是 你做得到Twitter的流量嗎 如果你做不到 其實你煩惱的是 有錢人的煩惱 有錢人煩惱 當然就是等於有錢人再來煩惱 現在 你只在評估說 我要不要學這個技術 但並不是說 哪一天我可以做到Twitter的那個量 還有一天在 不久 不久之前在那個 PTT上面 大概 上個月吧 問說Ruby在台灣還沒有市場 啊有心承諱 事實上沒有什麼討論啊 就是因為已經沒市場隨便討論 其實我自己認為啦 好的東西 我喜歡的東西 不一定要流行 流行是 台灣人很喜歡做的事情 例如說什麼蛋挞 藝蘭拉麵 還有什麼 雞野家 不是雞野家 有一個 就排隊 所以大家覺得 欸真的很好吃 這幾句話齁 事實上不要這樣 這沒什麼好處 那接下來我會分享一些 我開始 接觸Ruby這個 程式語言之後 的一些改變 他除了變胖 變老之外 這程式語言真的很特別 真的很不一樣 有一個已經過往的大師 說過這句話 他說如果某個程式語言 他不會影響你寫成事實的思考方式 他就沒有這個 你不值得學習這個東西 那我開始 我接觸這個之後 他對我對於物件導向 或者是說 其實應該說 對我來講最大的差異就是 我對於那個開放自由這樣的態度 是有變化 因為那個 那個是發明的 陸域發明人 叫松本青銅 我都叫他是小紅 那個小紅索 他 他其實在這個 開放跟這個嚴謹之間 這個天秤 他是把那個天秤傾向開放這邊 所以你可以寫出一些 非常有趣的語法 配合一些metaprogramming的技巧 可以寫出真的 非常有趣 然後可誤性非常高的語法 但是不一定好維護 只是有趣 不一定好維護 那不只程式語言不一樣 那個社群你跟我參加過的不一樣 路易是個小粽魚 其實看 我最後把他買了一個梗 因為我把他預期間 大概只有15個人會參加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梗 你看他現在會做就知道了 那 大家有看到這個東西嗎 軟體 不是軟體 然後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這是一部 這是一個短片 這給你看 這個聲音 就是 其實沒有這個人 你台上沒有這個人 他是用投影的人 然後 可是底下的人是真的 在那邊搖一包放的是真的人 好 我就覺得 這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有一群人 真人在台上沒有任何東西 投影 然後就為了一個虛擬的東西 在那邊我就覺得 這些人是有問題嗎 那 直到我發現這個社群 這個Ruby這個社群 直到 當Ruby這個城市裡 在20周年生日的時候 我們做了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生日蛋糕 我剛剛不清楚 這裡刻了一個Ruby 然後呢 我們一群阿仔 回到旁邊幹嘛 祝你生日快 你知道 這跟剛剛那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就是為了一個不存在的一個屍體 在那邊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很認為這群人真的有病 然後 我也有 因為我們真的是 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城市園 真的寫起來很開心 寫起來很好玩 都 我們對這個東西 其實很多人問我們說 為什麼你要 會一直在寫Ruby 因為我們就是 對它是有真愛 我們自己這樣認為 那 除了社群不一樣 開發者也不一樣 這群開發者 他們非常的熱情 應該是說非常愛見 一樣是基礎社群 有些人去參加社群的目的 就只是會去上課 去學東西 但這群人其實故事太一樣 他們去參加活動 很多時候他們根本不聽社群人 不聽的意思在講什麼 只是在外面閒聊 然後這群人 動不動的寫一些套件 丟出來給大家用 而且那個套件的使用方法 說明首次合 一個比一個詳細 因為他怕你不會用 超愛情的怕你不會用 那這群人 其實在RubyChain有個詞 叫 民俗網 這是一個索寫 意思是這個 就是因為這個 Maz這個是 這是送門行動本人 因為他很nice 所有文也很nice 在這個圈子裡面 很少有那種就是 你要不要再去多讀一點書 再來看 再來討論這個VTT 這個東西不會自己Google 這樣的句子 其實相對的不常聽到 至少我很少聽到 如果我們公司有這樣聽到的話 應該不會讓我聽到 至少我們公司聽不到這個話 但是 其實Ruby這東西 他在學習上 其實也許沒有那麼好學 這邊想跟大家討論 為什麼Ruby不好學 或學不好 那Ruby難在哪裡 或Ruby難在哪個地方 因為他不就是CID CID是五星的出來上去或是吧 我這邊有 我不知道各位在場有沒有Ruby工程師 有嗎 或者靠Ruby過活 欸有喔 這有 少數 來 少數 來 這邊有幾道 或者即將成為Ruby的工程師 有幾個問題想問一下大家 來 常數跟面數的這種不一樣 你會覺得這個問題很蠢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家的面試 早期的面試體之一 沒有幾個人能證券答出這個問題 是因為Ruby設計檔本來是不一樣嗎 他會拿著 例如說可能在Java或者是在別城市 那一世界的概念 來回答Ruby的問題 他就等於去拿著清朝的建展 有沒有 明朝的建展 清朝的觀 的概念差不多 事實上其實帶Ruby的長數就是長這樣 也還是有層次碼 上面這個 大寫是開頭的東西 例如Message那個就是 下面那個小寫那個就是變數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我們在那邊遇過面試 他我們在那做完了 他前段看起來樣子都不錯 可是問他這一題有說 他是不知道 因為 這個大概我們會講 為什麼會有這樣現象 大家有看到這東西嗎 在這裡 在這裡 冒號 知道嗎 我不知道各位在寫Ruby的時候 有遇過這種問題 就是 這個東西叫Semble 中文叫符號 它算是Ruby裡面比較特殊的一種存在 即使各位或者是已經寫過一陣子的Ruby 其實沒有辦法很精準的 打出這個點跟點 到底是什麼東西 而且這還有分喔 你看這個 這個帽號在前面 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 然後這個呢 有帽號在後面的 還有帽號在中間 還有空白的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種 中間帽號在中間 然後沒有空白的 這四種不一樣的帽號 各代的不一樣的意思 我們今天沒有要解釋這個 Ruby語法 所以那個時間不夠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會這種表情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自己在蓋課程的時候 一樣有這個狀況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學生其實他不知道 該放 那個帽號該放在前面 放後面 他不知道有什麼不一樣 不只這樣子 還有 Ruby很喜歡省略一些有的沒有 再給大家看一小段顯示 這邊有一個方法叫link to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裡有幾個參數嗎 數一下 四個 四個 其實答案是三個 看得出來 因為在Ruby裡面 這裡一個 這兩個 這個呢 後面這個是一個hash 那這個hash 在Ruby裡面 如果是最後一個參數的時候 它要打括號是可以寫這個 而且很常用這樣寫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早期我不知道這個概念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要去紀念的參數位置 我就覺得這個是四個 那所以這個中間不能是空的 然後呢 我這個class不能放在它的前面 所以我要去記那個位置 但並不是這樣 後面這個東西就整個是個hash 所以它的順序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class寫前面 放後面沒有差 這個是 如果 等於說你要必須知道Ruby它是幹嘛 它要省略很多東西 所以 又是這個表現 覺得這什麼東西 怎麼會這樣 還有 不只還有HitMobar 例如說 這個Ruby的黑魔法 像是這個 我們在寫Ruby的時候 常常會有這樣 一個 某一個model 會HasManyEG的作者 然後就會有同學問說 這個是資料庫嗎 不是 它不是資料庫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符號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它是一個符號 可是它又不是資料庫 所以這邊他們就很多問號長出來 那不只這樣 那這個應該要單數嗎 那Yeah 對不起 如果是單數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個實驗 其實它就會動 所以 那你的單數 單數糊塗其實不知道 那 等一下 其實應該糊塗 那 為什麼會有 我剛剛講這些的目的 是跟大家說 事實上很多人在學習的時候 是從後面 應該從上面學下來 我們在學校學的時候 所以第一課會教你 寫什麼 Hello World 然後長數變數回圈 從下面學上來 可是在學日的時候 因為 它是一個框架 我們在開發框架 這個框架 它可以很快把它做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你的成就感大於 你想要學習 那個基礎技能的 那個渴望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有東西做出來了 所以那種感覺不重要 所以Ruby好學嗎 實際上是好學的 但簡單嗎 我不會跟你說簡單 因為你要學到好 其實是需要花蠻多功夫的 那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練功 應該怎麼練 或比較有效果一點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會不會講那一種資深工程師 他說他有十年經驗 事實上是一年經驗 他做十次 那個其實不是 就是 並不是說你年紀大 你自然就會自動轉成 資深工程師 你寫十年的CIUD 你沒有去想說 你怎麼樣去精進它 然後怎麼去改善它 永遠就是那個CIUD的工程師 所以練習是需要刻意的 有很多事叫刻意練習 你練習這件事情 是需要刻意去練習的 即使是 你只是去上課 或者只是去 在每天工作上的進行磨練 如果沒有用對方 他不會變厲害 所以要蹲馬步 大家知道那個 基礎很重要 那個獵人 有一個老人 叫做寧特羅會長 大家知道嗎 還是有那種窄窄的 這種奇怪的例子 如果沒聽過 就怕是這個段落 就是那個 他就每天去練這個證券 練證券 他就幫他練證券 練老婆 練得超強 其實這就是一個 他就練習基礎 也是刻意的練習基礎 另外有個叫做 有一個叫聖巨石 那個是異拳超人 他說什麼只要練兩年伏地挺身 仰臥起坐就變超強 那個是設定問題 那不是每個人都這麼設定 所以 你練兩年也不會跟他一樣 所以怎麼學Ruby 其實我的方法其實超老派 就是看手冊 看手冊 看手冊 因為很重要 那我知道大家 大部分都不喜歡看手冊 因為手冊是笨蛋在看的 就是不懂的人在看的 像你今天買一隻新手機 你買一隻手機 然後你應該會把手冊看完 然後再開始接電 開始開機 應該不會這樣 但是然後 我知道接電 開機我懂 但事實上 所以手冊其實不常人在看 但是其實這個手冊 他就跟那個海賊王 那個邏輯 想說我的寶藏都在那裡 你看又是窄窄的意思 就是 其實Ruby的官方手冊 他有很完整的範疑跟原始碼 你不一定要背 可是你看過之後就有影響 那當然如果沒事做的話 你可以去翻一些Ruby的原始碼 我是說用Z圓寫那些東西 那 你就會發現幾件有趣的事情 因為工程師不喜歡看手冊 不喜歡寫手冊 你就會發現 一些手冊上面 你去看Source Code 你看那些手冊上面 沒有講的事情 而且你會發現 其實那些大師們 寫的程式碼也不怎麼樣 真的 我們有一次去日本 他就算了一下大師 算了之後 他下午就改了 把他改掉 那至於Litcode 這個就有做了不同的看法 如果說你的目的是想要去寫 去演算法怎麼解決的話 也許他有刷的必要 但如果你只是要做網站 他入個網站的CIU 事實上 我相信是還不需要到 刷CIU 與其把時間花在這邊 倒不然你手冊都看幾次比較好 要怎麼樣去學Rails呢 一樣其實還是從官網的範例開始 那官網一開始 他會帶著你用Scaple的指令去做 一行指令或兩行指令 就把東西做出來 非常快 然後你就發現 哇 還好簡單 先建立自信心 學習都差不多 你要先去建立自信 建立成就感 再來就是 你知道怎麼做之後 就是手刻一字 不要靠Scaple 然後你手工 一個一個把它做出來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這樣在 你會對Rails的架構比較熟悉 那些對面的資料夾 對打他們的熟悉 再來你自己做一次的時候 應該會撞壁 然後你大概 你做的東西 跟Scaple做的東西 有什麼不一樣 那Scaple 為什麼叫Scaple 是因為它算是 比較好的實踐方式 至少是那個團隊做出來 希望你這麼做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跟他比 你就說你應該跟他差多少 再來 我知道其實 用Rails是目的就是快速開發 所以你就會很自然 用一大堆的套件 但我不是說套件不好 而是你過Ruby BI的時候 一旦你遇到 你做不出來的功能 或者應該說 你遇到那個 沒有那個套件的功能的時候 你有可能做不出來 不知道該怎麼做 或者亂解一通 然後我想 你應該沒辦法幫你老闆說 因為那個Ruby沒有這個套件 所以這功能不能做 他會跟你說 那因為沒有這個套件 所以我不能幫你清水 這樣 那當然 不要依賴套件之外 雖然說不要依賴套件 可是你要有能力 可以自己包套件 因為這在過程中 你可以練習到模組化 跟抽象化的練習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練習 因為你包的東西 如果你自己都不好用 或者是你的同事跟東西說不好用的話 然後 事實上 應該說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接受到很多人的屁屁 因為你會把它丟到網路上面去 讓大家玩玩看 然後 丟上去之後 有些人會跟你按星星 那有些人不會 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這鞋子是什麼垃圾 然後 不過不要怕被電 因為他們這些大蠟 願意花時間 他們的時間成本都比你還高 所以他們願意花時間電影 其實是你的榮幸 其實多少次有都要一直提示 然後再來 不知道各位在寫Ruby的過程中 會不會用什麼print之類的方法 把結果印出來 這個做法不是不行的 是這樣做的時候 是相對沒有效率的 Ruby有提供一些debugger 就是可以在某些程式碼裡面 埋中斷點 點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去看 當下那個情境的變數 正面或者裡面的內容物件 是不是正確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找一下 記得叫做whitebug這個套件 看看它怎麼怎麼使用 那最後不管是哪一套版本工具 至少你要學會一套 那雖然現在比較普遍的就是give 用它的好處就是說 萬一你把它玩壞了 你可以隨時把它救回來 你做一些實驗的 爛掉之後再救回來 那如果我... 有 我就不多說了 然後再來其實學習 不是... 雖然說我們今天的主題是Ruby跟Rails 但是其實我自己也不會承諾這一套 因為總是會有... 萬一會很聚聚的 Ruby很聚聚的一天 我都保證它可以活多久 應該可以活很久 那所以我會去試著去學一些別的程式語 例如說 我會去學... 之前會去學一些Object-C 因為我知道它可以拿開發手機來 然後... 在寫的過程段 你發現這兩個東西非常非常像 因為它們有相同的祖先 那個祖先叫做Small Talk 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城市裡面 然後它們有類似的物件的結構 物件模型非常像 那另外 還會去看這個東西叫Elexer 這個Functional Programming Language 它有一個搭配叫做 Phinis這個開發方向 這個開發方向 早期啦 你可以想像成就是... Elexer就像是比較... 效能比較好的Ruby 那Phinis就是效能比較好的Rails 然後為什麼不晃過去呢 因為它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你晃過去等於砍掉重電 所以... 難怪你所有套件都會砍掉重電 所以... 嗯... 老實說 我自己知道你晃過去 我就是還在研究階段 已經看一年多 但是還沒有要用這個東西做... 做實說的東西出來 但是因為你看這東西 你會有不一樣的視野 然後... 你會學到不一樣的東西 最近啊 我們公司已經進了 某個日本同業的訓練方式 我剛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我們其實有... 目前的訓練的內容有前方跟後端 以後端來說 我們會從Ruby的安裝到Rails的安裝 跟建立應用程式 產生Skable 然後寫測試啊 再部署等等的... 排序 然後什麼分列這些功能 全部都做出來 必須在指定的情境下 例如說你不可以用我們套件 或者不能做什麼事情的情況下 把東西做出來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一個... 這個名字... 這個套件名字 有嗎? 假設你有寫RubyRails的話 應該是聽過它啦 因為它在這個... 在比套上面的新興部署 五位數喔 因為套件很有 它是拿來做會員系統用的 你光看這個數字就知道 它是多有多有證明度 因為用這個套件啊 大概只要三行吧 三行就可以把會員系統做完 包括會員的新增修改刪除 用記憶碼修改密碼等等 大概三行就做完 那...相當驚人 所以現在幾乎我們在做的案子 大概就是會拿它或者類似的東西 來做會員系統 可是我們那個訓練裡面就有一條 如果你不用Defense的話 你做不做的時候會員系統 對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啊 你用過它跟沒有 因為用過那個超方便的東西 然後再回來這邊看 再想 因為你要自己手刻的時候 你要去想 喔那個Cookie啊 Session要怎麼寫 這些東西呢 如果以前 你用只有E-Lite套件的話 你是做不到這件事 你會不知道 那個Session該怎麼穿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的同事們 就會幫忙 開始去做Call Review 因為他會 會幫到 E-Tub上面要發PR 然後我們同事去看 其實這過程會有點像 是那個18同能症 大家知道那個少林是 聽說啦 你要畢業 不是少林什麼 什麼廚藝學院 但是你要 那個 從少林是畢業 他會有一個像 同能症 然後有18個同能症 然後他會一直打你 然後打到 就是如果你能撐過去的話 你就走出這條巷子 你就不解 你就成功了 有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你東西做完了 發PR上來 幫你看 不行就幫你拖回去 一直在充血 詳細內容 可以在我們E-Tub上面 可以就是在 我們5倍的官網上面 有一個 就這個狀態裡面 可以看得到 它是Oversource 所以有興趣可以隨時可以拿它去用 那如果 你自認 你能夠通過了 然後卻找不到工作 的話你可以來找我 那個東西 目前如果你真的可以 全部做完了 你在台灣一定是找不到工作 那最後我們來聊 找工作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很有趣 也是應該是整個 我們在整個旁邊 鑽比較大的部分 的章節 我們做 教育訓練 做五年 然後很多企業 會來跟我說 找不到人 然後 但是很多的人 會跟我們說 找不到工作 然後造成企業 不敢用路比 然後大家不想學路比 你不覺得這很矛盾嗎 有人說 找不到工作 那到底 大家是平行時工的概念嗎 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 以一個 Junior developer來說 他可能可以做出 類似這樣的東西出來 用樂高疊出一個成本 看起來很專業 然後 中階的 厲害一點 他可能可以做出這種東西出來 大家真的有印象嗎 N年前還有一個女生 他可能會比這個動作 記得 他已經過期了 那厲害的人 就可以做出這種東西 一樣是比較樂高 為什麼他做出這種東西出來 當然是有這個組件 沒錯啦 但是我說這個只是 這個比喻啦 那事實上就是 在整個台灣路比圈 其實有個算是 因為我們以金字塔來說 其實在最上面那一層的人 是有的 大概 我自己估計 可能大概一百個人 一百會 甚至可能更少 你想想看的一百個負責事 一百個組的這樣的開發者 在頂尖開發者 在台灣這麼多的開發者裡面 這可能也許幾萬人 為什麼只有這麼少 事實上是因為大家都 蹭不過去那邊 那個升級的過程 然後很多的人 大部分人 那時候是走到卡這個地方 因為都在做新的修改單組 其實實在是 那個進步的機會還蠻難的 因為你要從底下往上爬 通常需要一定要遇到 對著公司 對著專案 對著機會 然後才有辦法升級 所以這個 對著你要升級 除了苦練之外 有時候還需要帶一點運氣 那很像 其實在軟體圈 你再多 湊回降 你都一定不夠足夠量 只是四四十年 一個人可以定你十個 我升到一百人 有些東西你想不出來 就想不出來 你只能再多就想不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說公司找不到人 是因為公司要的是集戰力 因為每個公司來說 我要執政工程師 我要什麼什麼 什麼多猛的 什麼實驗的工程師 那問題是 哪裡來這麼多集戰力 然後 重點是 你不是那個集戰力 所以 就變成是 公司找人找不到 人要找工作找不到 就會有這個交錯的情況發生 就是因為 根本都還沒有到那個點上面 那事實上 如果你想要到那個點上面 有些技能點數 你可能是需要去練習的 但是因為每個人的時間 跟精力都有限 除非你有精神時光 或者是多萊諾記憶圖 之類的 你可以快速整理 不然的話 我想每個都是公平的 那我這邊列了一個圖 大概就是 我只是出呼呼抓 我沒有很精細的抓那個P 這邊如果以Ruby Rails來說 你的Ruby跟Ruby的那個比重 大概至少是超過 應該是至少超過 將近一半的 因為那是整個的重點 然後除了HTML、CS、Jalcube之外 那你還要需要的 現在很多公司要找的都是 至少那個條件裡面 都會有這一條 DDD 就是你要知道要怎麼寫測試 是因為Ruby本身這個程式語言 不是編例型的程式語言 所以有些錯誤 它沒有辦法在上線前被抓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 你可以透過寫測試的這個過程 去知道說 你有沒有因為改了A功能 而壞了BCDF功能 所以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那另外還有就是那個資料庫 我們要講BID 就是資料庫 然後還有一些 例如說 Operation的東西 然後最後我其實我只把那個 例如說react Vue這樣放在最小的一個 是因為它其實不算是在整個Ruby 應該不算是在我們這個技能點數 我們應該加強的 除非你今天點的是前端工程 那也許那些困境得大 那也許你剛剛看到這個 那上面這個都會的話 那不就是那個 滾雲瓦都旁邊的全端工程師 你聽過這次嗎 其實我對這個實在蠻感冒的 覺得全端工程師 什麼叫全端工程師 其實話不是這麼說的 你做一個網站 你跟我說你不會這張戶 然後不知道怎麼把這張 HPM跟RUS 其實我不相信你是真的給我考 我真的做出來 至少我們家的工程師 他不會跟你說 我只會寫千刀 我只會寫後端 只有熟悉程度的差別而已 那在學習的時候 其實要設定那個學習目標 除了剛剛列人那些東西之外 有時候 大家知道這個東西嗎 這個瑞士刀 可以收起來 這個東西叫 要免命三千 他擠了很多功能在身上 但事實上呢 在我們那個年代 有一個人叫馬蓋生 他手上隨時都已經把這個小刀 瑞士小刀 他只要靠這個 就可以拆炸彈 他不要學喔 我只是說那只是一個舉例 他其實不用學很多 他只要學會這個專業技能 就可以做好這件事情 那你要去面試 你要找工作 你要累積做面試 所以 但是這個 其實有些會刻意去修 把他那個履歷修得很漂亮 事實上不需要啦 你只要把你的作品 真的做好 工程師把他該做事 你做好就好 那你作品該放什麼 首先不要放你上課的作業 你要 例如說你放了 你今天上了 我沒有保持的課程 不要把我們那個東西 放在上面 然後真的有一次 都被真的遇到 而且還面試在面試我們家 那我打開去看 這不是我教你嗎 那 我不知道該該怎麼辦 然後 作品集 你可以做一些 自己也不會用的東西 因為你如果自己不用的話 你怎麼會其中別人會用 所以例如說 你可以用記帳軟體 或者是說 你可以 做一個點飲料系統 有時候公司裡面 發現說 欸我要點那個什麼 什麼奶茶 什麼大杯 什麼去冰無糖的 那就很麻煩 所以你可以做個這個東西出來 讓大家可以用 那這個好處是 因為有人用 所以 有些同事就會說 欸那我不會加成什麼功能 你在這個加功能的過程中 你除了會 就是罵OK好之外 可能還會 就發現 你在這個過程中 那你改不改得動 這個 如果你真的都一直改得動 你能力會慢慢的往上爬 然後 接按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我去想說 上班之外 那 你可以給一些經驗資 因為你會 接按通常能做不同 各式各樣的專案 但是 有幾個建議 是第一個 你要去追 追新技術 有些新技術啊 嗯 它還沒有到穩定的情況下 你覺得很悬 但是其實 眩歸眩然後 你能把客戶當白老鼠 白老鼠 不要這麼做 既然說心態要健康 最近有個電視叫 你的孩子 不是你孩子 你聽過嗎 對 其實客戶的產品啊 就是他的小孩 雖然客戶的小孩 不是你的小孩 可是請你把客戶的小孩 當作你的小孩 因為如果客戶成功 你才會成功 這個心態啊 不是我們用嘴巴講 我說這方面你要真的 把它刻在腦袋裡面 在做的時候 你就會自來而然 會有這種正向的感受 那 再來 透過分享的過程 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意外的結果 例如說 你可以試著教別人 你去教一個人的過程中 因為你要去 你要去研究更多東西 所以你會學到更多東西 所以 呃 這邊有個師筆 所以 先不要想說 你開課可以怎麼賺錢 呃 我好像講 我好像沒有這個講這件事 哈哈 我好像也在做這件事 好啦 另外一回事 然後另外你可以寫一些部落的文章 因為你在寫部落的過程中 你會有很多的 呃 你會查進你程度之間 咖啡店 嘛 所以你查到這個過程 你會不知不覺的變厲害了 那最後 我會鼓勵大家參加一些實體的活動 因為在這些活動裡面啊 有一些很多跟你一樣 或跟你差不多等級的宅宅在這裡 你可以跟他們交流的技術 你可以多認識朋友 或者甚至可能認識你將來的老闆 有一句話是怎麼講的 就是一個人走 會走得快 然後很多人走 會走得比較遠 沒有走得快 沒有走得快 我放這個圖的時候 其實我忘記我在想說 算很重要 我們在我們自己 所以其實在我們自己的 這個這樣圖片啊 這個照片是在我們公司的教室 我們每個禮拜晚上 都有辦一個這樣的活動 那那個活動叫做Ruby摸摸會 它在 你可以來這個地方 可以找人 或者找工作 或者是坐在那邊去發呆 或打電動喝酒 只要不要做違法的事情 應該都可以 都OK 歡迎大家有空來 我們在 的地點在228公里旁邊 所以最後 你們已經超過時間了 最後 結論是寫十年之後 然後呢 寫什麼然後啊 就繼續寫啊 那 有些朋友 他有擔心說 我不是本科系的 我適合做這件事情 我適合學 Ruby或學紳士嗎 事實上 你就學吧 因為我也不是 事實上其實我也不是 本科系畢業 那如果有先去銀行學的話 我可以教你啊 我們可以好好聊聊 沒有 我的目的不是說開課 我不是說開課那個啦 我是說學的事情 那 希望可以讓更多的人 可以愛上 或者喜歡Ruby 然後用Ruby當作他的 生產工具 好 以上 有些 遊戲 想請 分辨 你們 全部 我ダ 你 找我 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